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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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相信畫面、戲劇 我們說的東西要似層層 即是 似層層的意思是甚麼 不是我說的,是廢利來說 意大利一個很有名的導演 其實一個電影工作者 或者一個導演 其實是一個騙人 即是說謊的人 說到一個騙人是騙到全世界 但怎樣可以說到一個騙人 騙到全世界呢 首先你要很熟悉那個 很熟悉那個人 即是去做的時候,第一時間去想想 你在你的生活上 有沒有跟 這件事很有關係 當然你可以說 好,然後我馬上去 上網搜尋一下 然後去看報紙、雜誌 看看有沒有相關的類似 但其實呢,你用這個角度去說的時候 這些全部都不是你的事 這些人也看過 而且也 即是原報紙、雜誌 也有一個角度觀點 都說我出來 你照樣看看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其實你是要找你們自己的角度 那你怎樣去找到你們自己的角度呢 這個是 你一定要親身去感受一下 去體驗一下 了解一下 真正當事人的感受是怎樣 因為 我回到那個角色需求 角色的心態 不是你 記住 那個角色不是你自己 是那個當事人 你沒有經歷過的 你沒試過被人這樣打 你不會知道你在想什麼的 是你自己第一手資料 不是透過看報紙、雜誌 不是別人告訴你 是怎樣 是你自己看完 你自己跟那個人聊天 吵架了之後 我感受消化完之後 我這個人大概是 你才會寫到一個角色叫磁場 例如很多時候 我們去籌備一個劇本 如果電影來說 其實你們好像很簡單 你們看單身男女 其實都搞了一年 我想說的就是 大家應該要放回 多一點的時間 在你們的劇本創作上 很多時候 大家 都很忽略這個階段 就叫做 醞釀 即一來 我立刻想到 然後我立刻 開始去寫 然後立刻去拍 可能第一個想法 就OK 但可能其實 那個醞釀 其實可能已經是 我講你 第一個月 其實我都是在醞釀 我醞釀 其實我講了什麼 然後才開始 慢慢去 不斷地去撞 不斷地去講 其實我最初 這個小妹妹 最初第一個反應 我不是想選她 就是這個小妹妹 為什麼呢 就是她的Casting 其中一個步驟就是 叫她試試做戲 那叫她試做的時候 她很 她很做一些 acting 因為她真的有參加 一些校園電視台 很參加一些 ETV 看了很多 ETV那些東西 然後她做一些方法 就真的 ETV那些 是 我現在就怎樣 她真的會很明 很drama 那些 然後我很擔心 很擔心 她究竟做不做到 但是呢 這個就是Casting 其實是一個Ted 你不要想著 她一開始覺得不像 就覺得不要選她 但是 可能你 首先叫她做一次 你一定要做一次 她會怎樣演繹 給劇本去看 然後怎樣演繹那場戲 好了 演繹一次之後 她其實最初她真的不適合 我很適合 我心水 但是 你跟她說 其實我想你怎樣怎樣演的 有沒有第二種方法 我說給你第二個方法 你發覺這個角色 這個女生她是 可以調教 就是她是可以 原來她有不同的 可以有不同的做法 那這個她可能很適合 就是當她做到的時候 那這件事 反而你在Casting的時候 要著眼 要細心去看這件事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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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